哈喽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画一个比较清透感的口罩妆 就是我最近出门会画的妆 一些小小的经验分享给你们 第一点底妆一定要清透 能薄则薄 所以我一般都会用气垫 如果底妆太厚的话 口罩闷太久 说不定会闷出痘痘来哦 因为戴口罩遮的面积比较多 所以遮瑕其实不太需要 如果黑眼圈严重的话 只需要在肋垢的位置 略微的点上一点就好 底妆最重要的步骤 就是定妆咯 第二点眉毛 千万不要画得太平 眉毛画得跟口罩平行 是不是就变成两条平行线咯 所以一般我会画得比较弯一些 略微画得有些弧度 才会看起来自然一些 画完之后用眉粉填充 也是能让眉毛自然的关键 接下来就是修容 修容着重修鼻影的位置 就是从眉头的位置向下慢慢晕染 这样眼睛可以更深邃哦 脸上的修容可以扫得稍微扫一些 因为看不太出来 第三点 眼妆一定要清淡 接下来就是画眼影 眼妆一定不要画得太浓烈 我选用雅光棕来作为底色 整个铺满眼皮 一定要晕染自然哦 如果觉得太淡的话 可以叠加南瓜色或者橘色系的眼影 眼下的位置 就是从眼尾一直晕染到眼头 慢慢晕染至卧彩以下 因为是日常妆 所以这次我不打算画眼线 直接可以用眼影中的深棕色代替 用眉刷沾取最深的颜色 画出眼线 画完眼尾 眼头也可以来一点 眼下 你一定要深棕色加深一下 就是整个眼睛尾部都要晕染到 第四点 睫毛一定要夹得很翘 因为只露出一个眼睛 所以让眼睛最有神的方法 就是有根根分明的睫毛 然后用眉笔再加深一下卧彩 让卧彩阴影更明显一点 如果是卧彩提亮的话 我最最推荐的就是粉色珠光细的眼影 一抹上 整个卧彩都突出了起来 第五点 腮红要刷在眼睛以下 苹果肌的位置 我会用比较粉嫩的腮红 这样也是减零的关键 用一个小刷子 在卧彩以下向下晕染 因为口罩妆只能看到半边脸 如果腮红打太下面 是不是就看不到了 第六点 一定要用持久力好的哑光的口红 千万不要用水润的唇釉哦 不然真的会沾的口罩到处都是 我选一个比较低调的哑光局 这样也会更日常 最后了最后 在整个妆容后 再次定妆一下 可以着重在彼此周围 多扫点散粉 这样能保证底妆更持久些 好了 这个适合戴口罩的妆容就化好了 是不是非常非常简单呢 也真的是我最近一直在化的妆 即使戴着口罩 也要美美搭